接下来给大家讲述的故事 叫做太奶奶的怪账 在我八岁那一年 我一直是生活在农村里的 那时候我爸外出打工不在家 这家里只有我和我妈 哦 还有我的太奶奶 我妈每次下地干活去啊 都会把我留在我太奶奶身边 让我太奶奶照顾我 而我的太奶奶已经84岁了 老有昏花 然后又是裹着小脚 就他那样啊 能管得住我吗 告诉大家 我可是村子里面的孩子王 这整天带着村子里面最坏的一群孩子 偷鸡溜狗的 几乎每天都有村子里的人来找我太奶奶 让她来管管我 哎呦我的太奶奶啊 总快拍着耳朵说 啊 我聋了 听不尽 听不清楚 啊 后来 村子里的人最后找上了我妈 我妈提起我太奶奶的拐杖 然后对着我就是一顿暴打 从那次之后吧 我对我的太奶奶手里的拐杖 有着深深的恐惧感 我妈对我说啊 我妈对我太奶奶说 嘿 妈 这小子如果再捣乱不听话的话 你就拿着拐杖 使劲地笑他 啊 而我的太奶奶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在我们这儿 非常缺水 我妈 为着能够抢上 浇菜园子里的水 这每天早上 天没料 就出了家门 而临走之前 她叫醒我说 丑蛋 去你太奶奶屋里睡 妈把咱这屋就锁上了 啊 我不情不愿地 然后揉了揉眼睛 下了坑 这一看就是 北方的 我看着我妈挑着桶啊 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这才转身走向我太奶奶屋里 村子里的狗 突然之间都叫了起来 我听见隔壁三叔家的狗发出极度恐惧的乌烟声 我们家那只 我们家三叔那家黑狗一向都是很凶猛的 从来都没有像这样怂过 太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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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开门 快开门 我磕着门 叫着我的太奶奶 可是屋里没有任何的响动 我继续声音提高喊的 太奶奶 我是丑蛋 我妈让我过来跟你睡 这隔了一会儿 屋里依然没有任何的响动 我回头看了看漆黑的夜里 背上穿上一阵寒厉 我试探性的推了推太奶奶的门 门并没有锁 太奶奶 我先进来了 你来了 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回头一看啊 原来是我的太奶奶 这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是觉得 我太奶奶的声音 有些奇怪 不像她以往的声音 这屋子里的关系很暗 我太奶奶跪在看头 她脸上的表情看不清楚 太奶奶奶 你什么时候醒的 我刚刚窗了大半天的门了 怎么不给我 不给我开门呢 我的太奶奶 她并没有说话 她并没有说话 让手在墙上 我太奶奶手里握着一个拐杖 而拐杖还在她的右手梁指眼的地方 太奶奶 你别吓我 丑的 丑的 你来了 我太奶奶的声音很阴寒 似乎是从四面八方传来的 我腿脚发软 害怕到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的肩膀被人轻轻的拍了拍 这黑暗中亮起了一组火苗 我的太奶奶穿着一身黑衣服 这身子隐隐约约看不清楚 然后乍一眼看就好像是一颗头浮在了半空中一样 我的太奶奶左手一掌油灯 右手握着拐杖 然后面无表情的看着我 她说道 我向后挪了挪了身体 然后吞吞吐吐的说 可是太奶奶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我摸到了门槛 扶着门站了起来 我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我的太奶奶似乎看出来我要跑 这脸上显然浮出了不好 特别生气 她扬起拐杖就朝我这边挥了过来 我妈上次用拐杖打我 尚且顾虑着是不打脑袋 而我太奶奶这次完全不顾忌 直接打我的头 不知道我被太奶奶打了多少下 我感觉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 视线变得模模糊糊 到后面 我只能看到由 由灯发出来的昏暗的光 那个黄色的光 渐渐的 变成了血红色 我醒来的时候 我妈抱着我哭 我妈 我妈抹着一把眼泪 那一会儿才笑得出来 她说道 丑他 丑他 你冲雨气了 你吓快妈妈了 我咽了一口口水 看着我妈身后说道啊 我不要看见我太奶奶 我太奶奶打我 我妈的眼里闪过一丝 恐惧和诧异 她好半天才是开口说道 阿海哦 你的太奶奶死了 就是今天早上没了 我指着她的身后说 可是我的太奶奶 正在你身后啊 就在你的身后 我妈抱着我 头也不回 跑到了哥比三叔家 虽然我妈握着我的眼睛 但我仍然透过指缝 能看到我太奶奶手里的拐杖 后来我妈找到了村子里的神婆 这神婆说啊 我太奶奶死了 我太奶奶死在了殷屎 正好被我撞见了 这便缠上了我 而我太奶奶的魂魄 一时半刻是归不了地府的 她也对付不了 让我啊以后 再也别回那个老屋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 我心里还是顺得慌 老家给我的全部回忆 只剩下我太奶奶的拐杖 好的 这就是我要为大家讲述的 太奶奶的拐杖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